威风舞厅,二楼咖啡馆,卢米安相当随意地走到布里尼尔男爵对面坐了下来,他不仅没表现出公顺谦卑的态度,而且连礼貌性的尊敬都缺乏,就像双方处在同一个层次,这看得布里尼尔男爵身后的路易斯暗暗摇头。 类似的人他见过太多,但最终的结局不是被萨瓦党顺势送到了警察总局,就是在某次火并受了重伤,失去能力,不得不像狗一样摇晃尾巴来换取帮派的支持,有的还因各种原有死亡,被丢到地底世界的深处或装入木桶填满石头沉至腮罗左河的河底。 晚上好,男爵卢米安笑着,打了声招呼,布里尼尔男爵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韵怒,他抽了口桃木色的烟斗,随意闲聊道,你下午去了哪里? 弟弟! 卢米安如同那句喝了预言药水的尸体,只回答登方问的问题,不做任何的延伸。 如果小简纳和红靴子弗兰卡纳没有隐瞒他,杀掉变态,救了前者的事情,那他现在的回答就是足够坦然的象征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挣了一秒,没有追问,磨杀着手里的桃木色烟斗道,我有件事情交给你做。 不等卢米安询问,他笑着解释道,我很看好你,相信你能成为我们萨瓦党非常重要的一员,承担起足够关键的事务。 但仅仅只有我的看好是不够的,你必须展现出让绝大部分人都佩服的实力,做出让他们都认可的贡献。 绑在毛驴前面的那根红萝卜,卢米安在心里吃笑了一声,什么事情? 布里尼尼尼尔男爵放下桃木色烟斗,端起咖啡抿了一口,语气舒缓地说道, 袭击毒刺邦任意一个重要成员,最好是重伤,当场杀死也可以。 卢米安笑了起来,前两天你才告诉我要忍耐,不能把事情闹大,引发独刺邦和我们的全面冲突,现在不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,不担心会被警察总局盯上了。 虽然他本来就打算蹲守一下独刺邦的铁锤艾特,但也不能被布里尼尼尔男爵当傻子一样对待。 布里尼尼尼尔男爵满意地点了下头,你比我身边这些人聪明多了。 我这两天是在观察独刺邦的反应,发现他们真的没有报复你的想法,至少暂时没有。 这说明了什么? 说明他们很害怕我们萨瓦党卢米安开了句玩笑。 这真的是玩笑,如果独刺邦害怕萨瓦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,成为老实人市场区第二大虚黑帮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摇了摇头,在以往,他们必然会对等报复, 或是让我们萨瓦党付出更大代价,而不仅仅只是支付医疗费用。 还有,马格特死后,他们也只是表面上闹得很凶, 实际并没有做出太过分会引来警察强力打击的事情, 更像是想制造混乱,查出真正的暗杀者。 连续的反常让我相信独自帮在预备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, 所以才这么隐忍,这么克制。 我不确定,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否会影响到我们萨瓦党, 但绝不能坐在这里等待答案。 还算有脑子,卢米安勉强在心里夸了布里尼尔男爵一句。 他微笑问道, 你想让我杀掉他们的重要成员,再观察下他们的反应。 要是他们还能忍耐,那问题就很严重了, 必须主动地挑起全面冲突,逼迫他们暴露出问题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哈哈一笑, 我喜欢和聪明人聊天, 怎么样,要接手这件事情吗? 他虽然用的是询问的语气, 但姿态,眼神和动作都表明这是命令。 要是不遭从命令, 萨瓦党将不再提供庇护。 卢米安笑了一声, 我需要独自帮所有重要成员的情报, 包括姓名、长相、能力、特点, 是否有直系亲属和妻子。 这听得布里尼尔男爵深厚的路易斯又惊又恶。 为什么要问独自帮头目的家人情况, 难道想利用他们? 特里尔哥大黑帮间有一个未明确说过, 但只要不是特殊情况, 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潜规则, 那就是不针对彼此加入帮派的家庭成员。 这一大部分人都有父母、妻子和儿女, 真是毫无底线的残杀, 他们每个都逃不了会出现人人自危的情况。 二是低层次的黑帮成员, 没有对付他家人的价值, 而到了布里尼尔男爵这个地位, 家里人的情况属于秘密, 很少人知晓, 且不在老实人市场区。 三是在黑帮里能有一定地位的人, 基本可以称得上心狠手辣, 用家人来威胁他们不有什么作用, 只会彻底地激怒他们。 四是真要出现灭门惨案, 必然会上新闻, 惹怒警察总局的高层引来强力打击。 所以, 只有在灭掉整个势力的过程中, 为了不留下仇恨的种子, 为了震慑其他帮派, 他们才会对付敌方头目的家人。 这下儿一上来, 就问独自帮重要成员的直系亲属和妻子是想做什么? 布里尼尔男爵凝视了鲁米安几秒, 缓慢露出了笑容。 独自帮的老大, 叫罗杰, 绰号黑些, 住在市场大到126号,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妻子, 有没有直系亲属, 就算有, 也不在市场区, 甚至不在特利尔。 他掌握着一些邪恶的法术, 拥有神奇的能力, 哪怕我也不敢面对他。 布里尼尔男爵以此告诉鲁米安, 黑鞋很强, 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, 否则死亡将是唯一的结局。 邪恶的法术, 偏施法类型的非凡者。 从罗杰镇德铸马格特看, 他至少序列七, 说不定还有神奇物品, 或者非凡器, 这种类型的非凡者, 如果身体不算很强, 有没有特殊的保命能力, 那还可以利用陷阱, 近距离暗杀等办法来针对, 要是身体也不弱, 进展还强, 或者有丽亚那种指人替死之术, 我几乎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。 除非用转运之术提前改变他们的运势, 让它变得足够倒霉, 鲁米安德念头如闪电一样, 划过又飞快消失。 他点了下头道, 其他人呢? 布里尼尔男爵抽了口烟斗, 不快不慢地说道, 独自帮原来有四个很厉害的重要成员, 在市场区只比我们弱一点, 但马格特被你杀死后, 顶上来的威尔逊很弱, 他们的实力算是降了不少。 和一些罗杰的副手是光头哈曼, 最早就是他和罗杰两个人来到市场区, 开了末房舞厅, 慢慢收拢了一批人, 才建立了毒刺帮。 他很能打, 非常能打, 在这方面不比马格特弱, 同时, 他展现过一些比较奇怪的能力, 比如, 有的时候他能硬抗别人的刀砍, 只受很轻的一点伤, 比如, 他会突然变得狂暴, 就像吃了某种药物一样, 比如, 他可以让别人感到恐怖, 嗯, 他还有把涂抹着剧毒的刀, 他非常残忍, 没有家人, 也没有情妇, 但对女人很感兴趣, 经常找独自帮管的那些战阶女郎鬼混, 他平时住在黑鞋罗杰的家里, 找女人的时候会在市场去, 随便找一家比较干净的旅馆或酒店, 卢米安静静地听着, 竹, 剑产生了一个想法, 针对光头哈曼, 有一个效果很好的陷阱, 下关哈曼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强大防御, 以至于被刀砍后只受一点轻伤, 都表明他很大概率会做出以伤换胜的行为, 会比较依赖这方面的强项, 那样一来, 我就可以完全给他这个机会, 只不过, 到时候只让他受一点轻伤的将是堕落水银, 轻伤也是会流血的。 布里尼尔男爵继续说道, 管着毒刺帮大部分舞女的是矮角竹台卡斯蒂娜, 他是费内波特人, 被拐到特利尔做舞女, 后来成了黑鞋罗杰的情妇, 矮角竹台是他当初作票舞女的绰号, 形容他长得比较矮, 卢米安回想了下矮角竹台的模样, 大概把握到了卡斯蒂娜的外形特征。 卡斯蒂娜动手的时候比较少, 但仅有的几次都表现出很强的格斗能力, 在面对听话的舞女时, 他冷酷, 残忍, 也许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的痛苦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以绅士般的礼貌评价了一句, 他住在夜莺街19号那栋别墅, 具体是哪一层哪一个房间, 我们不清楚, 他经常也会去黑鞋罗杰的家里。 卢米安从来不相信黑帮会有真正的良心, 即使他们表现得在仗义, 在忠诚, 在照顾朋友, 那也只是一摊烂泥上点缀的几朵野花, 他们的本质要从那些舞女, 那些战监女郎, 那些被高利贷迫害的普通人, 那些被他们敲诈的小贩等受害者身上寻找。 布里尼尼尔爵介绍起最后一位独刺帮头目, 铁锤艾特原本是我们萨瓦党的人, 有胆量, 有头脑, 有身体, 我同样很看好, 都打算向老大推荐他, 结果他背叛了我们, 加入了独刺帮, 很快就获得了非凡能力。 我怀疑他服食的是战事途径的魔药, 已经有序列八, 这从他的身高又涨了一大跌, 已经接近一米九, 和发生冲突时的表现可以推测出来。 铁锤是形容他的拳头和铁锤, 一样坚硬有力, 他平时主要是赤手格斗, 但手枪和短刀同样用得很好。 他父母已经死亡好几年, 没有兄弟, 姐妹, 妻子和孩子, 住在老十人市场旁边的石板街25号, 那里有大量的独刺帮成员。 格斗家, 死了会有非凡特性吸出吗? 鲁米安点了点头, 对布里尼尔难决道, 我还需要他们大致的行动规律, 另外再给我一把手枪, 足够的子弹和一把能随身携带的武器, 短刀, 短剑, 三棱刺, 斧头都可以。 没有问题, 我让路易斯明天上午给你送过去, 布里尼尔男爵满意汗手。 目送夏尔走出咖啡馆后, 路易斯压着嗓音道, 男爵, 真的要让他去对付独刺帮那个头目吗? 布里尼尔男爵笑了一声, 你刚才没听到我的解释吗? 在这件事上, 我没有欺骗他。 只不过嘛, 独自帮那几个头目都不好对付, 而且有了防备, 他不管是艰难取胜, 时候需要我们治疗和保护, 还是遭遇失败, 差点撕掉被我们救了下来, 都能打掉他的桀, 让他变得听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